柔道银排杨勇伟在今天下午风雨无阻 跟家人特地返回屏东狮子乡南市村 向学习柔道的学弟妹们来分享运动员的心路历程 他期盼用自己的经验带来启发 让他们能够继续坚定走在运动员这条路上 原住民的孩子杨勇伟 穿上原住民传统服饰排完足勇士杨勇伟 在冬奥柔道项目拿下银排好成绩 11日这天不畏风雨 特地和家人返回屏东狮子乡南市村 向学习柔道的学弟妹们分享运动员精神 全心全意的投入在柔道的这一家运动上面 每一次的失败我都能够重新的去检视自己 在过程中我发生了什么事 大方分享曾经失败经验 坦言2017年台北市大运四强赛对上法国 一度认为自己会赢 没想到最后事与愿违只拿下第五名 让他消沉好一阵子 继续比到延长赛 那延长赛我就输掉了那场比赛 事后我非常难过 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地调整我自己的心态 指导教练一句话点醒 学会调整心态 从失败中继取教训 全身心专注 每一场赛事 才有了冬奥银牌的夹击 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好好地掌握 原作你的小孩子是绝对不会输给别人的 银牌背后是一次次勇不放弃 和一次次经验累积 贯彻柔道精神 棋盘学弟妹们 以柔克刚坚定不移 在柔道这条路上 找到属于自己一片天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